還有一個問題他是想請教一下您 這位朋友他說他想問一下他和他的太太也好、先生也好 夫妻分開報稅和夫妻共同報稅哪個好處比較多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講夫妻合報 因為他實際情況是因人而異 第一個就是夫妻合報或夫妻沒有共同合報 他哪些扣除不能收到 第一個就是EIC賺取收入抵免 他沒有辦法收到 Dependent Care Credit家屬的扣除額 還有學費的扣除額 學生貸款利息扣除額 包括托兒所的扣除額 領養抵免扣除額 希望和終生學習 這也是學費的扣除額 老年人或殘疾人的扣除額 還有教育費用的EE或i系列美國儲蓄債券的扣除額 還有當然他的標準扣除也無法使用了 那是不是我每次都file join呢? 那也有些情況是file separate比較好的 比如說他夫妻兩人的收入加起來是有AMT的 那有可能把他分開來就沒有AMT 也有可能 那有些情況是這個夫妻結婚了 不過他們希望他們的財產或這種收入的部分是分開的 那這樣的話有些人他選擇這個夫妻分開保 那還有就是有些比如說其中一個配偶他的收入比較低 那他希望以低收入來申請這個醫療費用的退稅 那就有可能需要用這樣的 那也有夫妻是分開的居住的 有些比如說其中一個配偶住在加州 另一個配偶住在內華大 那其中一個就有週稅 一個沒有週稅 所以最好的算法就是他報稅的時候 他可以問他兩種算法 就是我夫妻合報和夫妻合報到底稅金差多少 然後選那個最低的稅金的那個金額可以去申報 然後這是他每年可以去做的一個選擇 那真的是雖然是夫妻 但是各自的情況還是不一樣的 聊怪 其實您剛才有提到一個AMT 這個AMT是什麼東西呢 AMT就普通的稅率是10到37有7個不同的稅率 那AMT就有些婦人他有很多的抵扣額 那很多抵扣額過高的話 他就有另一種這個算稅的方法叫AMT 他把很多抵扣額把它剔除或減少 來再算是他需要簽多少稅 和他正正需要繳的稅來比 然後假如說那個比正常稅還高的話 他就要把AMT的稅加上去 就發現這個稅法真的是有很多的知識可以學習 我們之前還聽說過就是很多美國的大富豪 然後你們都收不到他們的稅 像這種情況我們以後有一些會的話 就請李浩會計師幫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那個大富豪的稅錢反而可能交的 比有些普通的打工族還交的少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謝謝李浩會計師事務所的李浩會計師給我們的這些答案 那麼有機會下次請你們教我們更多的東西 OK好謝謝謝謝 謝謝你